您想问下谋事,袁洪道 接下来我要测试一下姑娘是否说好 怎么是 一样一样的事故 剧版《庆余年》里的袁洪道是林若甫身边的重要谋事 他外表憨厚稳重,形势却十分阴狠 不仅胁迫着检察院的直视进入地牢 还笑呵呵地用各种刑具折磨丝里里 可见其和善的外表下必然隐藏着一颗魔鬼般的心脏 袁洪道的出场并不多 但就是这样一个若隐若现的小人物 却是位令人不能忽视的无奸行者 袁洪道明面上的身份是宰相林若甫身边的谋士 一直帮助林若甫出谋划策 两人之间也有着很深厚的友谊 当初林若甫还是不依学子的时候 两人就因为共同的价值观结为了莫逆之交 后来林若甫在科举考试中夺魁 还被长公主李云锐看中成为了当朝驸马 地位随之水涨船高 而袁洪道却不幸落榜了 林若甫欣赏他的才能 也顾念往日的情谊 将他留在了身边 他渐渐成为了林若甫的左膀右臂和最信任的人之一 后来林若甫发现李云锐并不爱自己 他只是在玩弄自己的感情 而李云锐从始至终爱的也只是皇位上的庆帝 奈何两人是兄妹关系 注定无法在一起 庆帝当初也是为了想尽快结束和李云锐的情感纠葛 才把他推向了林若甫 并一路提拔林若甫成为了宰相 以制衡李云锐避免他继续发疯 可是这俩人最后还是分道扬镳了 虽然离了婚 李云锐却仍需要利用这个当朝宰相去对抗庆帝 于是他悄悄与袁宏道建立联系 许诺其好处 让其拥有了第二重身份林若甫身边的案子 范贤和林娃儿在一起后 李云锐不想林若甫 利用宰相的身份去帮助范贤 于是授意袁宏道 将林若甫拉下马 袁宏道暗示林若甫 范贤左手内裤 右手建察院 父亲是户部上书 如果再有一个能驾驭百官的宰相岳父 定然会引起庆帝的忌惮 所以他建议林若甫让出相位 林若甫为了饱饭贤 最终选择了辞官 袁宏道也随之离开了乡府 后来李云锐和太子行苟且之事被曝光 只得回到封地信仰 袁宏道也顺势以谋士的身份 随李云锐而去 本以为机关算尽的李云锐并不知道 自己身边这位第一谋士 其实是陈平平在二十年前 为牵制林若甫就不下的案情 早年的袁宏道 曾是检察院二处的一名文员 但陈平平对他的才能动若观火了然于胸 后来陈平平发现 长公主对尚不知名的林若甫感兴趣 便立即派出袁宏道 邂逅了林若甫 并一直潜伏在了他的身边 李云锐被赶回信仰时 袁宏道本可以功成身退 不过陈平平为了防止李云锐在信仰搞事 还是派袁宏道一同跟了过去 之后袁宏道也是按照陈平平的命令 推动了李云锐谋反 并顺利将其和两位夺嫡的皇子铲除 给范贤登基做下了铺垫 至此袁宏道才终于功成身退 隐居而去 不得不说 袁宏道将卧底这件事 做得真是炉火纯青 无愧全具最强间谍的称号